安先生 阿Sam 麥先生叫我通知你 說他要再調整米價 什麼? 所以原定明天的董事會就取消我 那好吧 什麼事? 麥提桑要調整米價 他那份報告的資料要全部修復 盤數以時間計過了 所以董事局要過一大學日司開 那個麥提桑真是過分 那也好, 起碼我們多兩天時間 稍後再想一個新的南海 今晚吃火鍋? 是呀, 你們用腦子用了一整天 沒有東西下肚子不行 媽媽什麼都不懂, 又幫不了你們 我打算做些特別的東西給你們吃 材料很新鮮 那個湯底很香, 一定熬了很久 先試試 申寶, 你最喜歡吃牛肉 多吃點牛肉 媽媽, 你小心點, 有沒有燙傷 沒有…你最喜歡吃牛肉 我喜歡吃也可以慢慢吃 打火鍋當然要慢慢吃 你坐吧, 媽媽, 我下東西給你吃 媽媽, 我下一隻蝦給你 乖了 你們倆真的不同了 申寶, 你以前就橫衝直坐 整個衝風車似的 阿祖真是長大, 懂得想, 懂得做事 經歷了這麼多事 難道我們還不知道要生性嗎 就算以前的脂質不夠 但起起跌跌這麼多次 總算是一個磨練 所以這次我們會全力為爸爸 打這場硬仗 打仗就要氣力 你們一定要給我吃光的東西 不要浪費光的東西 好像欠了一些東西 我也覺得是 還有什麼? 對, 雞尾豉油? 是白飯 吃白飯 不知為什麼我回到家後 我當然覺得要有米落後才吃飯 自從我做過倉務員之後 我真的吃小頓飯也不行 吃飽飯才有氣有力 我現在真是臭米氣了 我馬上去煮兩粒米, 很快可以吃 我幫你, 媽媽 這樣一叭, 是不是? 你不懂了, 讓我來吧 媽媽, 一叭米就差不多兩碗飯了 一叭半米就差不多了 以前每晚煮下飯都等不齊你們吃 想不到今天會和你一起洗米煮飯 對不起, 媽媽 你… 外面吃得多, 沒益的 如果吃得不開心, 我就多回來吃飯 媽媽每晚都遇上你的米 對不起, 媽媽 經常都要令你這麼擔心 說對不起的人應該是我 一天都是我不好 要不然因為我, 就不會搞出這麼多事 要不然因為我, 食家就不會搞成這樣 要你們倆姐弟撐得這麼辛苦 你別這麼說, 媽媽 沒什麼事 當初我真的不應該這麼任性 這麼自私 更加不應該生氣 等他今天回來報仇 我真的這麼硬 媽媽, 你說什麼? 你說什麼? 你說麥皮爽給你回來報仇 他不是為了錢嗎? 姐姐, 你神神秘秘地 叫我們兩個進來你的房間 你看看媽媽的手 媽媽的手我經常都拖的 很滑, 因為媽媽保持得好 媽媽的手滑 但你知不知道媽媽從來都不用護膚品 她只是用這個 這是什麼? 這個是洗米水 洗米水? 那是怎樣? 弟弟, 你知道嗎? 我們已經找到我們的南海了 你說洗米水有護膚作用, 很值錢的 我們這次一定可以打贏這場仗 我們一定可以贏勿強爽的 太好了 又來嗎? 沒想到這麼晚 還有愛心靚湯出帝了 我媽媽親手弄的, 嘗嘗 請坐… 來 我吃過飯了 但是這些…晚點喝一下 但你不會是放了一些… 我當然不會用這些招數 好, 我會在明天的董事會 用我自己的真材實料打動那些董事 有些事情不同了, 很有自信 吃了天生雪蓮 還是, 你小心 有些人吃了天生蘑菇就當作是雪蓮 又產生幻覺, 都覺得自己很棒 阿爽, 其實我真的不想看到你越踩越深 如果你現在真的回頭, 還來得及 大家不用相感情 說來說, 他只是想我收手 好, 我明天早上坐飛機去孟加拉 然後我去滑雪滑一個月不回來避開你 雖然我媽媽沒說過 但是我知道她很擔心你 明天在董事局輸了怎麼辦 你媽媽很擔心我? 那我代表你媽媽擔心你 你今晚會不會緊張到睡不著 我一定不會睡不著 但是你可能會 一個人想太多思考, 一定會睡不著 其實你真的有什麼心事 不妨可以真的跟我說 你好像是忘記了明天我們要打仗的 過了明天, 我什麼都要跟你說, 好嗎? 阿爽, 如果你真的睡不著 你不如試試這個 不要吃那麼多安苡藥 我不看過那些東西 這是我的音樂錄音 你喝完這個愛心靚湯 聽完我的愛心音樂錄音 那我保證你睡得著 我媽媽也是聽過這個音樂錄音 好, 我一定聽, 我今晚一定聽, 好嗎? 好, 今天大家要求求精神 明天董事局, 大家公平交量 我等了這天很久 你這麼有愛心一場來 我都提醒你, 明天打死無緣 打死無緣 prin事件 bath 麻煩了 好吧, 大股 我的天下 RI 心太尖, 太尖 有辦法��라 這taking 我是你把那天的 我最煩惱 是 隨著時代的改變 身為食家的第二代 我們不可以不承認 生意經營的確面對從場的困難 所以我和我姐姐很努力 很積極地開創一個新的藍牌 雖然我已經有六十歲 但我皮膚仍然可以保持著這麼光潔細滑 因為我每天都堅持我護膚秘訣 就是洗米水 六十歲,洗米水,可以護膚 沒錯,洗米水的確是有護膚功效的 現在新一代的女性 她們可以為了貪美而不吃飯 但護膚品絕對不可以缺少 所以用洗米水來發展新系列的護膚產品 是絕對有市場潛力的 而洗米水就是我們食家的新南海 各位董事 我相信開源有很多方法 盲目加價只是殺雞取栗 亦違反了我爸爸一直以來堅持不應該暴力的原則 但反而發展美容米生系列 將會是我們食家開逼出來的真正南海 我去洗米水 我去洗米水 你還沒洗過米水 這些這麼重要的問題 要留給更加重要的人達熱燈 重要的人 你現在看TVB USA 官方頻道 不想錯過更多精彩片段 就快點訂閱啦